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所以说呢对于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有两个啊比较重要的一个安排 一个就是我们大群内的一个什么 思想会的一个安排对不对 那到时候啊我们的这些老朋友啊 都要前去我们的这个大群里面啊去学习一下啊 那除了我们这个思想会之外的话呢 还有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直播啊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些重点的打点的一些机会 首先我们看到的 正是我们的这个澳家的一小时的一个盘面 澳家从大级别四小时来看的话呢 仍然是属于一个什么上涨的一个趋势啊 上涨的一个状态 那一小时啊它结构也是干嘛 也是一样的也是什么上涨的一个什么一个状态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什么是一笔对不对 那这一笔在一小时的盘面当中创出了一个新高 那当下的话呢是走什么走第二笔的啊 第二笔的一个什么减速的一个通道对不对 所以说当下的一个结构啊也是比较清楚清晰的啊 比较清楚清晰的啊 OK那这个的话呢也是啊 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通道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多啊 那价格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通道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多 并且的话呢这个多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顺势去操作的啊 顺势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比较高权重的一个八分的一个策略 好了那除了我们的一个奥加还有我们的一个美瑞啊 美瑞啊当下的一个状态也是很清楚啊 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呢成绩还是属于一个什么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个趋势对不对那当它这一笔价格啊在反弹上来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比较熟悉的了一个什么啊 200块钱啊红包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对不对 那这个行情的话呢也是我们之前啊有多次啊 去带大家去干嘛去操作过的对不对啊操作过的 当它这个位置上来之后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是我们日内的一个什么打点的一个空啊 这个位置它直接向上反转这一笔的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是干嘛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权重的啊一个空点 那当然了那这个空啊它也属于什么顺势去操作的一个空 好那除了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日内的一些小的打点的一些机会 那还有什么我们的一个这个欧日啊 那欧日的话呢当下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清楚的啊 比较清楚的整体这一笔啊是不是走了一个什么啊 上涨了一个状态这里出现了一笔逆度呢这一笔再上来 当下正在走我们一小时的这个回挡的这个空啊回挡的这个空 所以说对于接下来的一个节奏啊 对于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结构 我们看什么看区间的一个什么 看区间的一个震荡对不对 那这个震荡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规整度啊是干嘛是比较好看的啊比较好看的 那当下是一小时的盘面这个位置下来去接它的一个多啊 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多的话呢它属于什么 这个结构当中的一个什么顺势的一个多的一个操作啊 所以说这个机会相对来说会没那么快 也可能是到了晚上或者是明天的一个节奏啊 但是这个预期啊它是什么 它是在这里的啊如果说小伙伴啊可以去关注一下留一下心 好了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的一个 呃一个机会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班啊 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 呃早上的这个预期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